Hello 大家好,我是Kenny 这次要和各位简单分享有关 Intel 十世代处理器的简易降压教程 在开始分享之前 这里要感谢一位来自 Marijia 的观众通过DC私信找到我 希望我能为他组装一套能够应付 Photoshop 绘图渲染和游戏制作 包括一些直播录屏和剪辑的需求 同时还能够用来打游戏 并且外观颜值也必须在线的电脑主机 本来我是不太想要做这件事情的 但是他提到了测试用的剩余硬件也能接受 这会我转头看回脱缩式的库存 嗯,我就免为其难的为他组装好了 至于这套主机采用了什么样的配置 接下来我就给各位简单介绍配置选择 以及后面也会和各位分享我的简易降压教程 首先,处理器自然就是标题提到的 Intel 十世代处理器了 我给网友选择了Intel Core i7-14700K 一来它的性能确实不赖 二来发热量相比起14900K也更加好控制 而这一次的降压教程也会围绕这颗14700K展开 主板则是来自微信MSI的Pro G790 A Max Wi-Fi 是之前Pro G790 A Wi-Fi的更新版 其中除了散热码夹跟换围银白色以外 也升级到了全新的WiFi系无线网络 同时也是目前性价比比较高的G790主板选择 显卡同样是来自微信MSI的RTS 4070 SuperV3S 万图师三风扇板 记忆体内存则是来自微概XBG Lens的RGB DDR5 16GB x2 虽然是DDR5 6000频率的组合 但现在价格相对比较实惠 加上我最后也将它超频到了7200K 36 并且也完全稳定过策 也算是帮网友省下一点钱了嘛 硬盘考虑到网友的工作用途 这边是给它配置了两片SSD 都是来自微光的SPG X70 PCIe 4.0mm SSD 容量只是一条1TB和一条2TB 取得两片也是方便日后如果系统需要重置或是更换 2TB的SSD也能够很好的储存大量的工作素材和资料 避免了需要进行半月的工作 然后接下来的硬件就是从我工作室内的库存配出来的 并且全套都是来自追凤者Fantech家的产品 这边也要感谢追凤者之前的赞助 首先电源是AMP GS850W 金牌权模组 原生支持PCIe 5.0和SDS 3.0 协议 因此也原生支持12V HIPOB 接口 出厂自带编织压纹模组线 对于机箱内的理线也会友好不少 然后是散热 也是来自追凤者的Gradition 1冰零MP360 D30 360水冷搭配上30mm厚的D30灯光风扇 既有一定的散热性能 同时也有非常好看的颜值 而机箱自然也是搭配来自追凤者的MV5 以及配套一起的D1G灯条组合套件 并且还搭配了7把12mm的D30灯光风扇 把整个颜值给拉满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真的来不及好好的把装好的配置拍美美 只是随手用手机拍了一张发给网友后 就立即进入到了系统安装和稳定性测试项目了 这边我就只和各位分享调试的目的与结果 而这一次最主要的调试就是这颗Intel Core IC 147000K 在全默认状态下进行FPU单烤 可以看到此时的温度仅有不到90度 功耗也就只有253W 乍看之下表现非常不错 但回过头我们能看到频率表现其实是下降了不少 性能和甚至只有4.8G左右 这是因为目前全新的BIOS在默认状态下是会限制到253W功耗的 而调整方法是需要去到BIOS界面 进入到OC的选项 接着就能在CPU Cooler TuneIn这个项目进行修改 默认状态下是253W功耗的Intel Default Settings 而因为是使用I7 147000K 第二项的Intel Extreme Settings同样也是253W 因此即便选择这个选项进行FPU单烤 成绩基本也和Intel Default Settings是没有差别的 这项我所知道的只有I9 1490K是显示为320W 第三项就是MSI Unlimited Settings 也就是主板提供给玩家的无功耗上线模式 想要充分发挥性能自然是必须选择这个模式的 但是在这个模式下进行FPU单烤 不到10秒温度直接冲到100度 软显功耗是293W 频率也是一样无法达到正常的水平 要知道这还是全新的CPU 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缩钢现象 只能说解锁功耗上线后 Intel主板的BIOS默认给到的电压或是电流等就非常的高 导致功耗就会徒增不少 因此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自然就是降压 只不过之前我也有和各位分享过 像是104威马AC-Loglight等的降压方式 虽然降压效果非常显著 但是需要操作的东西还是有点多 同时也非常失CPU的体质表现 而这一次我的降压方法就相对简单粗暴不少 因此这边我也就简单的和各位介绍 首先同样的是在BIOS内开启无功耗上线的模式 接着在Digital All Power这里 将CPU Lowlight Calculation Control从Auto改成Level 1 最后就是将CPU CoreVoltage Mode从Auto改成Override Mode 同时在下方的CPU CoreVoltage内输入对应的电压值 对于i7-14700K来说我会建议从1.25V到1.3V开始 如果能够通过FPU、FB64跑分 以及10轮的Cinebench R23全合跑分测试 那么能够再回来调整电压 每次调整的间隔设在0.01-0.015V左右 直到设置到最低能够通过测试的电压值 再调整回去一个档位 也就是增加回0.01-0.015V 以确保有更高的长期稳定性 如果是i9-14900K的用户 电压值可以从1.133V到1.135V开始逐步下降 顺序和上面介绍的方法相同 经过我一系列的测试后 最终这个i7-14700K是能够稳定在1.185V过测的 为了能够长期稳定性使用 我将电压设在1.2V 这里再次整理我这次分享的降压招程 第一步就是开启无功耗上线模式 第二步设定对应的防掉压等级 第三步输入对应较低且能够稳定使用的电压值 只需三个步骤就能够完成降压的手段 这个方法虽然相对简单不少也不需要手动切换微码 但也有个硬性要求 那就是必须是G790的主板 同时必须是目前最新的Vios版本 V760由于无法手动速度电压值 因此上述的方法无法奏效 而这点必须特别注意 不过我还是要说明一下 我所分享的方法和成果仅限于这套搭配 就算同样是i71470 可以搭配卫星Pro GG90 AMX主板的用户 都不一定能够无脑照差稳定使用 当然如果你还是要质疑照操作业 我是不会阻止你的 只是后果自负罢了 那么来看看最终的降压成果 在完成降压的调整后 AIDA64FPU单烤总算是不会冲到100度了 一开始温度能够温持在75度左右 软显功耗233W 在烤机测试进行到10分钟后 温度也就在平均80度 最高值也就只有81度 此时软显功耗平均为234W 而且频率表现维持在最佳的5.5G加4.3G组合 这个表现就相当可以了 不过这毕竟是在全风扇满速状态下的测试 总不能让网友成天都感受到这个噪音模式吧 于是我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风扇调速操作 将风扇的最高状态设在一个不是特别高的状态 这样下来哪怕是满载工作噪音也都是完全能接受的 而我又在这个风扇限速的场景下重复FU烤机测试 在所有风扇满速均匀不超过1500RPM下 FU烤机10分钟后CPU平均温度为84度 频率也一样是满水状态的 这个表现就完全可以接受了 我也是在这个模式下进行的 Citybench R23跑分测试而单核2174分 多核35758分 完全符合满缺i71470K的性能水平 OK 这下总算可以把主机交给网友了 于是我千里挑挑 从罗佛星上开车近230公里 将这套主机交到他手上 那以上就是本次关于 Intel 14代简易降压教程 以及有关我给网友组装电脑 并送到他家的过程内容 虽然这次的内容拍摄有点过于仓促 但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位网友 提供了这次节目的内容素材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